利息的補貼將會受益有43萬人次 年所得114萬以下的家庭 那麼他們整個利息是由政府來負擔 在未屆還款期的學生 114萬到120萬期間的所得的家庭 那麼他們的利息會降低大概0.2個百分點 受益人口會高達9000人 第二個 家庭所得120萬以上 利息會下降0.4個百分點 那麼大概受益人數會有一萬七千人左右 那麼在以借還款期的學生 也就是說畢業之後的學生 那麼整個利息會下降0.4個百分點 那一樣的大概會有41萬人因此而受益 那麼整個受益的金額高達3億2600萬左右 那這是一個透過行政效率的提高 那麼以及相關的協助 能夠來創造那麼雙銀 沒有增加政府的負擔 又能夠協助降低青少年青年學子 他的一個就學貸款 我們經過了三次的討論 獲得銀行非常大的善意 那麼他們將在承辦這個學習貸款的過程的所 所行政的這個措施這一部分的話呢 那麼能夠減化了以後呢 那麼所降低的成本能夠降低我們教育部所要負擔的這些利息 那我們再把這個我們所節省下來的這些利息的成本 再來補助學生的這個所要負擔的一個利息 這個降低學貸的政策呢 事實上政府並沒有花任何錢 而是透過行政程序的簡化效率的提升 那來讓銀行方面願意降低這個教育部應該補貼的利息 進而將這些補貼利息再補助給我們這個貸款的學生 那創造一個雙贏這樣的一個做法 那希望能夠真正讓我們這些青年學子在負擔上面能夠有所下降